以赛亚书第31章 那些下埃及求帮助 依靠马匹 依靠众多战车 依靠十分强壮的马兵 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 也不求问耶和华的 有祸了 耶和华是智慧的 他必降下灾祸 绝不收回自己的话 却要起来攻击作恶者之家 又攻击那些助人作孽的 埃及人是人并不是神 他们的马匹是血肉并不是灵 耶和华一伸手 那帮助人的就绊倒 那受帮助的也必扑倒 并且一头灭亡 因为耶和华对我这样说 狮子和少壮狮子 怎样因捕获猎物而咆哮 虽然召集了许多的牧人 来攻击他们 他们并不因他们的声音而惊慌 也不因他们的喧嚷而敦服 照样万军之耶和华 必降临在西安山 和他的纲陵上征战 雀鸟怎样擅斥护除 万军之耶和华 也必照样保护耶路撒冷 他必保护和拯救 他必越过和搭救 以色列人啊 你们是要回转 归向那曾被你们彻底背弃的耶和华 到那日个人都必抛弃自己的金偶像和银偶像 就是你们亲手所做 把自己陷在罪中的 亚述人必倒在刀下 不是人的刀 必有刀把他们吞灭 也不是人的刀 他们必不能逃避刀剑 他们的年轻人必做苦工 他们的磐石必因惊慌而挪去 他们的领袖必因见到以色列的旗帜而惊慌 这是那有火在西安 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